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神圣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面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先讲《纵观庄严论诗》 这幅论典也可以说 大德科班上分所说执本和所说论义分两个方面 所说执本前面已经讲完了 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 所说论义 所说论义就是抉择了知二弟的意义 还以赞叹的方式来设议 分两个方面 其中第一个 也就是说抉择二弟之义 分人情二弟之义和排除对此之辩论 还有如是同达的功德 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个问题 人情二弟之力 人情二弟之义分两个方面 生意当中一切万法不存在 世俗当中一切万法存在 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建立根本因和见气力分两个方面 昨天我们前面建立根本因 从三个角度来已经讲完了 也就是说分析有法 分析它的因 然后分析比喻 从三个方面来已经宣说完毕 那么今天讲建气力 也就是说 这个科判上的问题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前面一切万法无有自信 远离一体堕体 犹如影响 这个是根本的因 那么这个根本的因 实际上是我们利用这种自虚因来推翻 自宗和他宗所承认的一切万法 承认为是实有的观点 那么怎么会成立呢 下面就是麦彭仁波切 也是在这个问题进行宣说 然后我们《中观庄严论》的本颂当中 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那么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来建立 建立宗法和建立逐变 因明当中所谓的宗法和逐变 首先我们前面的这个推理 完全是一种非常合理的推理 为什么呢 从它的宗法方面 从它的逐变方面来讲 一点错误都是没有的 所以说是完全适合的一种真实推理 那么第一个建立宗法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建立逆适逸 还有建立适逗 它建立适逗和适逸 意思就是适逸的话 就是石油的一体的意思 然后适逗的话 就是石油的多体的意思 比如说一个品质的话 它成不承认为是适逸呢 不能成为是适逸 如果是适逸的话 就像下面破的一样的 完全是只有独立无二的一体了 别的分类都不容有 然后我们现在作为一个牦牛 或者是一根柱子 这些都是不是石油的一体 应该这样承认的 然后石油的多体 经堂里面的很多人 虽然是很多人 但是这不是石油的多体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当中 根本没有石油的一体和石油的多体 主要在《中观传论》当中 决责这两个问题 下面就是讲 首先建立历史义 建立历史义 破逐变之义和破不变之义 你看这里的根本义 下面可能有 自私和男生当中有些问题的辩论 别的有长 无长 有净 净这方面来安立科判的也有 但是在这里 最根本的科判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主变 建立主变方面来分的 一个是建立不变方面来分的 破不变方面 这两个是 当一会可能我们最后在文章当中 要遇到变和不变的两个问题 所以本论的科判的根本 也就是说 破石油的科判的主体 在这里分的 这个要大家清楚 然后下面破逐变之义 分两个方面 破能变之时义和破虚空当总能变之时义 分两个方面 首先是破能变之时义 分两个方面 破常法之时义 还有破菩提切罗之时义 分两个 首先破常法之时义 破他宗派 也就是外道所加力的常物 然后破自宗 内道所加力的常法 还有如实者破常法之即位 分三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破他宗所加力的常法 也就是说 世界上有很多外道 他们所承认的 有一种常法必定是存在的 当然我们前面也讲了 承认所常法的 有相当一部分的外道 比如说四叉派 苏论派 圣人派 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 一些常法在承认 但是这样的这种常法 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怎么不成立呢 下面说 果是健身果 常劫非以行 因为你的果实际上是逐渐逐渐 次第次第产生的 所以常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若须果果以释怀必当常 如果你承认是他所产生的这些果 各自都是不同的 它体的 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已经所承认的常法 完全都已经失毁了 真正的颂词上的意义可能在下面 也打了一些记号 这样讲的 我们前面所说的 所谓的利益多因 这个推理当中的最后的因 自从他所承认的这种法 这个是称之为 叫做有法 遗之物吧 我们以前学数学结合的时候 经常有遗之术 遗之术 那么这里就是遗之物 什么叫做遗之物呢 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 只知道一部分 但是具体的全部的部分 或者它的整体 我不太清楚的 我也想知道的这个物体 叫做遗之物 所以他这里 自他所承认的一切万法 应该承认为是遗之物 也就是说我们一名三相推理当中的 所谓的有法 然后在这个有法上面 前面所讲的远离一体多体的因 应该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 上述利益多因的因 在自从他中所承认的 一切万法的遗之物上面 应该是成立的 这个我们一名的三相推理当中 第一相也叫做宗法 现在大家应该清楚 什么叫做宗法呢 比如说 自他所说的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 那么一切万法就是有法 然后无有自信 我们就是说的是逆宗 最后这个利益多因 利益多因的话就是它的因 那么这个利益多因的因 能不能在一切万法和无有自信上面 因为宗法既要有法上面能成立 还有在逆宗方面也要设计 这个我们以后学应论学的时候 也应该清楚 刚才利益多因的法能不能在一切万法 和无有自信上面成立 如果是成立的话 你说是这个推理当中的第一相 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已经具足了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柱子是无常的 然后它是所作骨 它是所作骨的话 它这里的柱子就是有法 无常是利宗 然后后面的所作是推理的因 那么这个所作在柱子和无常上面成不成立 我们一看是成立的 因为这个柱子实际上是因缘所作的 这个所作在有法和利宗上面是应该成立的 所以这个叫做宗法成立的 如果宗法不成立的话 比如说 我说这个柱子就是常有的 然后它是所作骨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所作在柱子上面都是成立的 但是柱子和刚才那个常有 常有这两个它的聚合上面 也就是说 它这两个的综合上面不能成立的 常有的柱子是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的话 我们给它回答是什么呢 就是变香味 为什么呢 因为所作的话 这个常有肯定是香味的 我们用香味来给它和回答的 或者我说是 宗女的儿子是无常的 所作骨 宗女的儿子无常是所作骨的话 那么这个所作能不能在宗女的儿子上面成立 这个也不成立 所以刚才那个宗法不成立的情况有两种的 一个就是宗不成立的情况 就是刚才我所承认的柱子是常有的那样 一个就是有法不成立的 有法不成立的话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宗女的儿子是无常的 宗女的儿子无常的 他是所作骨的话 虽然这个所作在无常上面是可以成立的 可是宗女的儿子不是所作的 我们给他回答是什么呢 就是不成立 也可以这样回答的 因为刚才你所承认的这个所作 在宗女的儿子上面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推理的话 可能你们以前有个别的道友 没有学过一名 刚这个借助的时候 所谓的离种和 也就是说宗法 这个宗法 总而言之所谓的宗法的意思 就是这个印在有法和离种上面 能不能成立 如果印在离种和有法上面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宗法成立 这是我们自虚印当中的 不管是印面还是中观的自虚印 都是这样的 三项推理当中的第一项 你这个是个完整的推理的话 必须会三项集权的 三项集权的第一个宗法成不成立呢 就是成立 如果宗法不成立的话 我们回答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或者给他说是相位 或者说是不成立 就是有两种情况来给他回答的 比如说刚才说是 宗女的儿子是常有的 他所作过的话 那么所作在常有上面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就是变相位或者相位 可以这样说 如果说宗女的儿子是无常的 他是所作过的话 这个所作在无常上面都是成立的 但宗女儿子上面不成立 所以我们回答的时候不成立 因为我们辩论的时候 一般来说是良力报纵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智者的话 回答的时候是 只有四种回答方式 如果他对方的相似音的话 或者说第一个是不成立 然后第二个说是不定 还有相位 这个是对方所逆种的这种相似音方面 可以这样承认的 如果他所承认的一个真实音的话 我们说承许 就是不定 相位 然后刚才那个不成 还有一个承许 这四种意外就是没有的 以前一名前排的很多论识的话 回答的方式还承认为很多的 但这种方式就不承认 所以我们一名之中当中 应该智者在回答的时候 比如说我跟两个人辩论 两个人辩论的时候 别人开始用推理 用推理的时候 我只有这四种方式来给他回答 要么你这种推理是不成不定 或者是承许 这个地方一直给我破 就是破除我的观点 我给他说是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 利益多因果 然后你对方就是说 或者说是相伟 或者说是不定 或者说是承认 承认的话 如果你对方有能力的话 你用另外一个 你不能承认 因为如何如何 下面就是发出来第二个泰国 第三个泰国 就是这样来进行辩论的 所以我们这里 当然这些你们辅导的时候 有些特别详细的 不能承认也是 打给我们字面上的辅导也是可以 尤其以前我们不管是堪布堪墨也好 都没有学过真实的音名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比较复杂的真正的三项推理方式 我们讲音名的时候 应该大家比较清楚 其实这样的推理的话 这样的推来推去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实际上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种推理方式 来对方进行辩论的过程当中 的确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生起一种定解 什么样的定解呢 我们佛教当中的这种移民的辩论方式 任何一个逻辑推理都是不能变的 最后你真正把推道方式 这样的推理方式完全搞懂的时候 然后对方无论是什么样 有智慧的人都没办法公布 所以我用我的这种推理方式 来进行推翻别人的邪见 当然没有智慧的人来讲 这个也是可能推来推去 凡是不管是第一项成立 对二项成立 这些成不成立 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的 只要是中午饭吃得好一点 这就是我所求的目标 然后晚上睡得像一点 这就是我的目的 有些个别可能是这样想的 但实际上真正我们要了解 佛教的进化意义的话 首先是佛教的 移民的推道方式 我们一定要通道 如果我们通道的时候 我们看到别人所说的这些 很多都是有矛盾的 有相伪的 有不定的 有很多问题在这个当中 所以移民的推理方式 还是平时我们说话的时候 也是动移民和不动移民 还是有很多的差别 然后不动移民的话 很多不变的东西 认为是真正的推理 很多不变 根本不一定 我们给他回答的时候 不一定的 但是他认为 比如说你肯定是个坏人 你吃饭的缘故 那这样的话 我们给他回答是不定的 吃饭的时候 如果坏人的话 那你自己也是个坏人 也可以这样 有很多不定义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推理 但是这种推理 我们动移民的话 很多问题可以这样播出 下面刚才说的是第一项问题 第一项 此利益多因如果具备 如果刚才利益多因 在有法上面如果已经具备 那么则比所利无实必然是存在 那么刚才利益多因如果具足的话 所利在这里是无实法 无有自信 无实和无有自信是一个意思 刚才自宗他宗所说的一切万法 无有自信 利益多因故 那么利益多因的因如果存在的话 是利益多因的话 那么刚才无有自信必然存在 既然是无有自信 这个叫做第二项 也叫做通平法 这是我们三项推理当中的第二项 比如说我说 诸子是无常的所作 如果是所作的因具足的时候 就是刚才无常上面完全具备 因为所作无常两个 只不过是梵体上面不同而已 实际上无常就是所作 所作就是无常 这叫做通平变 然后刚才无有自信 利益多因 无有自信和利益多因实际上也是一个意思 远离一体和多体的话 它根本没有自信的 如果没有自信的话 它远离一体多体的 这两个完全是用一种同体像素的关系 这样的话 同体像素的话 我们成为第二品具足了 这就是移民当中的平时所讲到的通平变 或者是通平 通平方面的话 因为无常和所作是同一个方向的 刚才无有自信和利益多因 它也是在论识当中的 同样的一个方面 所以叫做通平 然后下面第三项 所谓的第三项 所利无事如果不存在 刚才所利无有自信 如果是不存在的话 在利益多因也是不存在 这就是第三项的一品 我们说一切诸法无有自信 它是利益多因果 如果不是无有自信的话 那么刚才利益多因也是无法安理的 那么这个叫做一品变 刚才诸子是无常 所作果 如果诸子不是无常的话 那么不是所作的 这就是完全是肯定了的 不是无常肯定不是所作的 不是无常的 有些所作的东西有没有呢 根本没有的 所以这里的一品 光是没有看见不行的 一品方面必须不存在 比如说 你说是常法 因为无常的凡方面 一品就是常法 常法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所作的 必定是在一品方面 完全是已经不存在 然后同品方面 光是存在不行的 决定是这个 比如说 光是品子当中有无常 比如说我们说 品子所作 因为它是轻作性的缘故 轻作性的话 所作里面也有很多的 这个不能变的 所以它变的话 其他的变全部已经断开了 只有同品方面存在 微品方面根本不存在的 这样的这种推理 才是三相齐全的推理 当然这个推理的方式 以后还是应该学一学不软 这个如果没有动到的话 我们所谓的三相推理 不能删除 如果这三相已经具足的话 这是非常完整的 谁也不能破罪 也可以说是颠簸不破的一种正理 也就是一种自虚因 所以我们平常 给别人发太过的时候也好 自己建立正义的时候 应该具足三相 总法 义品 通品 这三相具足的推理应该需要的 所以我们前面清明论师说 案例的这样的推理 应该是具有三相的推理 由于索利与因者两者 通品与义品的特殊相守关系 已经确定了 刚才因和索利之间 从正方面有通品的相守关系 然后从反品方面 有义品的特殊关系 这个关系已经确定了 事故凭借因此因 决定了 确定梦与索利 我们这个因就是利益多因 这个利益多因 完全确定了什么呢 梦与索利 刚才无有自信的索利 已经决定了 那么这个分别称之为 叫做通品变和义品变 从正方面的 叫做通品变 然后反方面 义品变 如果我们在这个 用上两个比喻的话 通品比喻和义品比喻 比如说 一切诸法无有自信 远离一体多体骨 犹如影响 犹如影响 这是同品变的比喻 一品变的话 我们说 如果有自信 一体多体 这个一品变的比喻 他这里真正具有自信的这种法 具不出来 可以这样说 诸子是无常 所作果 犹如品变 这个是通品变 如果不是所作 不可能是无常 犹如虚空 这个通品变和义品变的 两个比喻都有的 下面是这样的 刚才一品变和通品变 诸便成立之因是 如果对于愚之物 任何法来说是成立的 那么我们刚才诸便的因 也就是说 利益多应的这个因 如果在这里面的 自他所承认的愚之物的 有法上面来说 应该是成立的 在一支锁里边 可无期而证实 那么他的锁里 无有自信 也是无期的证实 由此也排除了 二相与六相等 过多过少的辩 他这里 《量力宝藏论》当中是有的 有些承认为二相 不需要三相 有些四相 五相 六相 真正的推理 需要具足这样的说法 《量力宝藏论》倒是有 他们每一个都有一些比喻 所以我在这里不光说 意思就是说 刚才三相具足的时候 其他外道所承认的二相 有过少的过失 这个也已经出开了 然后我们三相具足的推理 三相不用再多了 也不可缺少 三相必须要具足 如果三相不具足的话 不是完整的推理 三相具足的话 再不用多了 所以外道所承认的这种 如果二相 那就过少的过失 如果他们所承认的四相 五相 六相 最多是六相吧 六相齐全 这种说法有过多的过失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三相推理的时候 完全推翻了别人所承认的 这个到时候我们讲吧 《量力宝藏论》当中 他们每一个都比喻比较长吧 每一个都是有比喻的 应该是《量力宝藏论》的第一诗品当中吧 就过多过少之便 正如《量力宝藏论》中云 其实自利比喻和他利比喻 有两种 自利比喻 以及《中法比分辨》 《中法比分辨》是法成论师 所造的《十量论》 《十量论》当中说是《中法比分辨》 他这里《中法》 还有它的分辨 它的分辨就是 同品辨和异品辨 这样的话 所谓的因有三种因 应该是《十量论》的 最开头的时候吧 原来上师如意宝讲《十量论》的时候 当时不管在哪个边缆长的话 这一句话是 每一个道友在口口声声地说 什么《中法比分辨》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讲这个推理方法 当时更开始的时候 《十量论》的更开始有点难懂 因为前面专门讲这几个推理的 这种分类和推理的方法 这个时候好像要花很长的时间 要看很长时间 所以颂词当中应该这样讲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管是《十量论师》的音名当中也好 《法成论师》的《十量论》当中 我们自从三项具足 一定是完整的一种推理 三项不齐全的话 不能说明事物的真相 就是这个意思 下面也继续先说 利益多应的音 自他所说的宗派的十有法上面 实际上是成立的 本论前世当中 本论《中法传论》的知识 的前世当中 切莫认为此音不成立 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前面说的利益多应的推理 不要认为是不成立 实际上这个非常成立的 当然这个我昨天也前面讲了 麦彭仁波切 前面为什么这样成立的原因呢 前面也讲了 因成义还是自虚因 或者真诚名言和真诚义利 用这样来讲的 但是他的前世当中 只有这一句话 说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因是不成立的 因是应该成立的 因是怎么成立的呢 麦彭仁波切下面根据男士的推理 在这里也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如果有人想 利益多应到底是如何成立呢 利益多应在自众和他众的 所有宗派的万法上面 怎么会成立呢 应该是成立的 当然我们刚才科判上 也是利益吧 首先在这里宣讲利是益 因为如果益不成立的话 多肯定不可能成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多在益的基础上 当然我们在没有观察的时候 不管是哪里 你说益不成立的话 谁都不成立 益肯定是有的 我们小学一年级的开始 幼儿园开始的时候 然后一加一 一加二 一加三 就是这样学的 应应该成立的 我就是一个人 柱子就是一根柱子 这样认为的 但实际上所谓的这些 也是我们分别的案例的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如果益不成立的话 多也不可能成立 如果益和多不成立的话 实际上是石油的话 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 故而才先确立立石油的这种议题 总的来说 在万法所知当中 如果存在一个 自始至终成立为石油的话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在色界 无色界 欲界也好 或者是我们西方国家 东方国家 在哪一个国家当中 自始至终成立一个石油的法是存在的话 那么必然不能分为 现与不现当部分 独立无二的本性 并且何时何地都不会消失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实有个独立无二的石油的话 那么它不可能有现和不现的部分 如果有现和不现的部分的话 现的部分和不现的部分 是不是这个议题 如果是议题的话 比如说我所看见的柱子 你说这个是真实的议题 当然加你的意是假的 我们不说了 如果你说这个是真实的议题的话 那么真实的议题 它不应该是对着我的现的部分 和对着其他不现的部分 不应该有两种 如果有两种的话 那么这两个是不是一个本体 如果是一个本体的话 对着我的现现 应该是对着别人 也是我的现现 比如说我们前面放着一个瓶子 这个瓶子有一百个人看 一百个人看的话 一百个人东来西拜不同的方向 看着瓶子的时候 他们每一个人可能是有不同的颜色产生 有不同的颜色产生的话 有些人看瓶口 有些人看瓶腑 有些人看瓶尾 这样的时候如果瓶子是室有的议题的话 那么我们所有的一百个人的这种厌实变成议题了 但是这样承认的话成不成立呢 根本不可能成立的 我们每个人的说 制作瓶子的厌实的话 应该说是每个厌实都有不同的它的特法 这样一来不合理的 所以我们平时认为这是议题 这是我们分别人的加历当中的 如果是真实的议题的话 它也不能有现的部分和不现的部分 这是从我们形象方面来分的 然后从时间方面来分的话 那么未来 过去 现在不应该有任何变化 如果有变化的话 下面也有观察 比如说今天的瓶子和明天的瓶子 后天的瓶子应该是议题的 如果是议题的话 那么今天的瓶子那样 后天的瓶子也应该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那这样的话 世界上的任何万事万物 不可能有这样的不灭的法 还有在它的本质上 不应该有生 老 死病 不应该有 或者是瓶子放在家里面 或者放在柱子上 这样的位置也是不应该有的 所有瓶子变的地方应该 你说是东边存在 西边不存在 西边不存在 东边存在的话 这也是不合理的 所以室有的议题它遍于所有的世界 这是从维持方面来讲的 然后它能遍于所有的时空 未来过去 现在的时间方面 所有的形象 时间 地点 形象 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如果是室有的议题的话 那人们面前不能产生不同的意识 应该是独立无二 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就不应该消失 如此一来最终释放 琐瑟的一切万法 彼等各自消失 都成为虚空一样一个整体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千差万别 各式各样的这些法 不应该有不同的特点 全部都自然消失 你看瓶子和厨子之间 或者瓶子的话 东方的瓶子 西方的瓶子 音瓶 清瓶等等 这些分类不应该有 它是一个整体的议题 如果整体的议题的话 那么世界当中所有的这些万法 十方三世当中所有的这些万法 都全部应该 它各自的特点应该效益发解 最后就像成了虚空一样的整体 事实并不是如此 十方中无量无边 各式各样色彩斑斓 显量而显的这些景象 有与无一是有 才绝对是显现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 各种众生面前所显现的这些万事万物 也是画画扬扬 各种各样的显现 这些显现正因为它们没有任何自信 才可以显现的 如果它有一个真正的自信的实体 在众生面前我所见到的 它也所见到 俄规所见到的笼 我们人见到的水不应该有的 然后我看到的一个人好看的话 所有的人看这个人是好看 然后我心目当中的这个 觉得是原地的话 所有的人应该见到原地 所以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自作 和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应该有的 全部都变成一大虚空一样的 实际上并非如此吧 我们不管是清净的显现 和不是清净的显现 实际上都有这么多千差万别的现象 不要说实际上各种法 连一个人的看法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一个人 当然大多数肯定是有一种一直在看法 但一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对他的看法和认识有不同的 这样一来说明在真正的实际上 并不是存在是真正的实有的法 凡是现有能力所思的一切法 不可能有利益多益不涉及到的法 意思就是说我们轮回的法也好 涅槃的法也好 凡是全部只有通过利益多益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全部都剥除完毕 没有一个经得起观察的这样的法 当然我们很多人都可能认为 轮回当中都是没有的 包括诸子 瓶子 所有的这些法 全部都是通过利益多益 金刚小益 以这些益进行推测的时候全部都会剥除的 可是有些涅槃的法 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谓的如来桑 经常所谓的法际 这些能不能用利益多益来剥除呢 实际上是可以剥除的 《般若经》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比涅槃还殊胜的话 这个也是如幻如梦的 《涅槃经》当中也是说了 所谓的涅槃如幻如梦 如阳阳 如彩虹等等 有很多的比喻把所谓的涅槃和如来桑 也是决则为无有自信的 《南切经》当中也是说了 所谓的如来桑也是决则为三戒脱门 这个教证应该在《入中论》的知识和三戒密书当中 都已经引用了 所以说包括如来桑 包括我们所谓的法界 也应该是通过利益多益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全部无有任何自信 这就是孟宝仁波切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论典当中 也是说了嘛 外道所承认的不可思议的我和 我们所承认的所谓的不可思议的如来桑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奔着空性于佛方面有很大的差别 说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孟宝仁波切在这里也是说 包括轮回和涅槃所谓的一切万法 用利益多益来进行观察 利益多益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你不应该承认是所谓的涅槃 或者是如来桑实有的 如果你说是如来桑实有的话 那么利益多益也是破不掉的 金刚现益也是破不掉的 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就跟外道所承认的 常有自在的我没有任何差别了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学过宗派的这些人 婆罗门所说或者是外道所说的所谓的造物灾 和我们佛教所说的如来桑两个有什么差别 以前我们有些文道路当中也是把这个问题 也是给别人介绍过 为什么格鲁派的有些大德 也说是九郎派所承认的 也是跟外道的没有差别 这些实际上是你在一些 聊意的经典当中去翻开的话 施召牟尼佛先已经宣说了 所谓的如来桑也是远离一切思索分别 然后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进一步地解释到 这样的这种涅槃也跟外道的常有很大的差别 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三戒脱门 也就是说本体空性方面区分的 这个问题也是相关重要的 所以此处此地宣说利益多应在 自他所说的一切法上面应该是成立的 当然如果科判而言从科判方面分的话 也可以这样分 常与无常 然后外所取经和内能取信 或者所知对经与能知行事作众的科判 也为上不可的这样分的话也是可以的 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要注意 下面有一个科判上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里按照干玛拉希腊的蓝师 蓝师的这个说法他是这样说的 边及我与虚空党这是外道所承认的所谓的边 就是我和虚空党 然后无常色域不边之云 它这里不边就是内道所承认的无云无常 那么边和不边它这里长和不长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以边和不边来种分科判 就是合理的意思 以边与不边而作为种科判 刚才我们在这里破石油的法 主要是用破边的法和破不边的法 这两个问题 那么下面说 圣称常五业 菩提加罗存在的宗派的这些对境 如果是各自分开的 因为刚才那个常五也是有些人承认的 菩提加罗存在也是承认的 那么这些宗派对境是如果各自分开的话 这会变多而不能彻底涵盖 于是归宿在主片的范围当中 如果把他们的常这些来分科判的话 好像还不能很完整的 所以他们的这种变 什么无常 这些实际上是变不变当中是已经包括的 因此外道所承认的这些常有的法 这些全部归宿在变当中的 你仅仅是用常方面来分变没有分的话 还不能包括的 如果变方面分的话 常是包括在变当中 这个意思 承认当中一体方 这是颂词吧 颂词中的一体绝对是至变不变 他这里说是一体绝对是变不变 他同体这些方面没有说 他只有一体才能有变和不变的分析方法 承认里面有这么一个话 那么这里所说的显然是真正的主变而言的 并不是家里的主变吧 家里的主变的话不一定是一体的意思 他这里一体绝对是变和不变 变和不变一定在一体的基础上 好像在知识里面的意思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知识里面的意思 显然是真实的主变 如果真实的主变 那只有在一体的基础上是可以成立的 如果不真实的主变 家里的主变也不一定一体 它是在同体的主变上 家里的主变也可以成立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于良知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